Hello大家好,歡迎收看Hacker貓咪HackerCat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Postgame當中的王者霸主 幾乎可以說是在Postgame界當中壟斷市場的一套工具 叫Nmap 當然你要做Postgame也是可以使用其他的Postgame工具 我這邊講的不是弱點掃描工具,是Postgame的工具 其他的Postgame工具我相信他的功能都沒有Nmap來的強大 Nmap大家對他最基本的印象應該就是端口掃描 就是我們講的Postgame 當然Postgame是他的強項 其實Nmap可以做到許多的功能 除了Postgame以外 他可以做各式各樣的主機發現、服務辨識、作業系統辨識 還有一些弱點的Poc、弱點檢測、DOS攻擊等等 除了功能多以外呢 他的準確率也是很高的 甚至有一些比較專門的工具 我這邊講的不是一些商業的 可能是一些Open Source的小工具 比如說有一個工具他可能只能做服務辨識 或是說這個工具專門就只做作業系統的辨識 但是他的準確度可能卻沒有Nmap來的那麼高 所以Nmap真的是挺神挺強大的一套工具 但是Nmap雖然很強 大家還是要注意一點 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任何的掃描工具 不只是Nmap Nmap並不一定就是準 每個掃描工具都是一樣的意思 那並不是說我今天掃不到這個Poc 他就沒有開 或者說我掃到他會開這個Poc 也不見得他真的就有開 如果可以的話當然還是要進行一些交叉驗證 比如說用Naked、Telnet去做二次的確認 驗證看看這個服務是不是真的有開啟 如果要知道更詳細的是不是無判或是low判 可能就要去了解一下測試的原理 或是你的網路的一些架構 你中間有經過了什麼樣的設備 那你檢測的時候 你使用Nmap裡面的哪一種檢測的方式 也就是說你可能丟了什麼樣的封包 得到了什麼樣的回應去做判斷的 那其實我對Nmap算是還蠻熟悉的 不只是我啦 應該講說你是做滲透測試的人 一定都對Nmap有一定的熟悉程度 畢竟滲透測試基本上是一定會使用到Nmap 所以Nmap根本就是我吃飯的傢伙 就像是我的筷子一樣 如果你不對他熟悉一點就會沒飯吃 那正是因為是這樣子 我有點不知道如何去做教學 所以今天的影片先 就是簡單的介紹Nmap而已 之後會拍一系列的影片 來對Nmap的全部的參數跟功能 做稍微詳細的解說 那今天就先帶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Nmap的官方網站 你直接在Google搜尋Nmap的第一個應該就是了 那進來之後呢 當然就是你要先下載安裝嘛 那這邊其實他有講最新版本 現在是7.9 我現在用的還是7.8 還沒算最新的 按點他的Download Page 那往下面看 如果你是使用Windows的話 這邊有提供最新的穩定版本 7.91 你就下載然後安裝它就好了 按照過程當中 如果說他有提示你要安裝一些其他的工具 建議就是都把它安裝起來 然後 Nmap的網站其實都有針對 所以他的 他的 看一下 Scaner Scaner 欸? 會找一下 Nmap 選ST 隨便打一個看不出 欸 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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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他的 參數 他的用法 做比較詳細的一些介紹 那我之後的影片會 就是 一個一個做說明 那今天就是做個很簡單的demo Nmap的使用方法 他使用方法也很簡單嘛 就是 如果你是安裝cari的話 內建當然就是有 有已經安裝好 Nmap 簡單的就是 先輸入 Nmap 你確認一下 他有跳出東西 就是你有安裝嗎 那這邊有簡易的介紹 每個參數 是做什麼用的 那 呃 掃描就是 輸入 然後 加上 你要掃的目標的 IP 或是他的 Domain 那我這邊你有開一台 拔機嘛 我就直接掃拔機 拔機是 192.068.240.178 那在內網掃已經掃蠻快的 對 那這邊就會顯示說 我這台IP上面有開了哪一些port 呃 因為我這邊沒有加任何參數嘛 呃 他這邊顯示出來的service 其實都是 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他並沒有真的去做服務的辨識 如果你今天沒有下sv的參數 -sv sv sv這個參數呢 就是他會 針對你掃到開了這個port 他會去做一個服務的辨識 確認說 他猜測說 他這台service 這個port 可能開啟的是什麼service 那 預設的情況下呢 你只要掃到 port有開 如果你沒有加這個參數 他就是 21port就一定會顯示ftp 22 就一定顯示sh 他這邊的 這邊的service 是已經寫死的 不管這個port開了什麼功能 他就會 回傳這個給你看 也就是說 預設的情況下 3306這個port 開的是MySQL 所以他就會去 掃完之後 他做完postgame 他就直接顯示一個MySQL 給你看 他並沒有真的去做服務的辨識 然後 然後 Map就是 你可以加一些參數 比如說 我針對 -p 指定22port 然後 加個sv 他會針對這個port去做服務的辨識 那他掃出來就是 就是 open ssh 那 service ssh 沒錯 然後他掃出他的版本 那 他的使用方法 你要最簡單的話就是 輸入IP 或是 domain 就可以了 那之後呢 會再做 整個系列的影片去講 Map 那今天就只是讓大家先知道說 有這麼樣的一個工具 而且他是一個 蠻好用 很好用 很強大的一個工具 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或是按個like 謝謝大家